平川说了劲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有趣的对抗 来自由WAL的海选赛 虽然说是海选赛 但这一集打的真的是一波三折各种名场面 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H潮汐猎人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ID Colorful 我们中国的暗夜精灵彩色也被称为是精灵王 好久没有做彩色的视频了 彩色的视频经常是玩杂技的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不死足ID LIQS 那这个人和FQQ在欧服上也是打了好几次 两个好像还怒喷了好几次 看来也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一个选手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英雄选择 不死足选择的是DK死亡骑士 那打暗夜精灵大概率还是死亡骑士的手法 好彩色的话我们看看还是选择自己的恶魔猎手 DH 那这个英雄的话后面打到五级会相当的扎实 来来来来 开局的话就开始练了啊 对手的小师生过来一看想捣乱 DH说你赶过来我就送你走 好我们看一下装备开局一个止环加四 DH拿到装备马上去骚扰对手练剂啊 我们看一下不死足 嘿不死足是选择开矿的一个打法 一般的话不死足打暗夜精灵开矿 他都会带两个腐蚀之地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腐蚀之地可能会被小精灵爆掉啊 所以呢 他要两个啊 备份一下 好 DH直接抓了过来 那DH看看要不要生个抽蓝棒呢 还是生个陷阱 小精灵他来了 一发C 屁股在一刀 ADLA装备装备 止环加四 好 DK还是拿到了啊 好 DH过来还是生陷阱 但是你一生陷阱 别人就不想碰你了啊 来来来 小狗拉开来 小骷髅可以蹭一蹭他 DH就追着这边的小狗 两个人一直有我感耗个热闹啊 现在DK的话 身上的魔法值 那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好 DH现际一开 嘿 抢一个怪 升到了二级 后面AC妹妹也过来打输出了啊 这一波打得好 暗夜精灵可能直接要赢 我们看看这一波处理的怎么样 悟青来看的话还可以 但是不死足细节也还可以啊 虽然被你的英雄烫的不要不要的啊 但是残血的也是及时拉回去 好 这边 彩色没有第一时间去打这个通灵塔 那只要冰塔一升好 这个分框的话就比较稳了啊 好 DK的话虽然没有到二级 但是我冰塔快好了 家里小狗的话有腐蚀之地 那恢复起来也是比较的快啊 来 现在DH追上了半天 好像经验值并没有蹭到多少 哎呀这一顿操作猛龙虎 一看结果好像一般般 好我们看看科技情况 彩色 哎彩色的科技倒是有点慢啊 哦他现在是放下了生命之术啊 他也选择开矿 一看到对手开矿 自己的话不一定什么能搞下来 选择于你看我也开啊 DH继续过来 呃要小心没有蓝了啊 没有蓝的DH还是比较脆的 身上的话身上技能点了一个闪避 所以说还是比较肉了 哎呦一发C 哎呦这个DK走位有点细啊 提前卡了下位置一发C DH幸好有些啊灵活一点 否则差一点就被带走了 好评完这一波 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人口啊 不死族33人口 嘿这个不死族的矿开的 这个矿还没有稳住 他直接就升二本了 有点东西啊 好我们看一下彩色这一边 这彩色的科技并没有领先多少 生命之术暂时还没有造好 这要是不死族过来干扰一下 彩色的矿不一定能开出来啊 好不死族是提前把五个农民造好了 反正啊主换身本 提前把农民给造好 这边DK把野怪勾过来 哎呀 好在这的话来来来 分框处理一下啊 这边打了一个加五的攻击之转 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英雄的话 只要有输出血量后 打的确实不得了 不要啊 家里建筑学 打开大河啊 这边DK可以各种 恒叉恒叉 拿个喝水 舒服 好不死族很稳 家里的话 先把这个分框稳住之后 再慢慢的往外面去练集 来来来 抢一下这个五级的蓝胖子 看看能不能搞个大雪大蓝 另外一边 彩色的话 二本科技即将好 到时候二发一个英雄 看看要不要主动去进攻 哎呦 残血的小狗 打开来 小精灵的话 旁边过来看一下 打了一个抽蓝爆 哎 DH过来 好 两个小精灵 小精灵爆一下不 哎 没有去爆这个骷髅 啊 DH抓了过来 哎呦 这个DH可是很扎实的 好 DK反补一下 可以啊 很细 反补一下自己的小狗 不给你经验值 好 DH 哇 陷阱一开 小狗说 哦 再也不被敢围你了 这个太烫 烫烫烫烫烫啊 好 DK 抽一下DH的蓝 然后一发C 把自己的小狗抬回来 哦 彩色 发了一个熊猫 熊猫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注重发育的啊 又一发C 又抢了熊猫的一点魔法值 嘿 这个抽蓝棒 有点东西啊 好 DK的话 差三点经验值 马上要到三级了 这一步游戏猫和DH 这一点 这几点经验值 好像有点难转 来来来 先撤 这边彩色的话 嗯 矿盖子也在长绕当中 那DK的话 往后面走一走 应该会发现 发现之后的话 又有文章可以做了 好 不死组选择的是 出这个天鬼 呦 这不死组打的 有点奔放啊 双地穴 三地穴 爆天鬼 打的很奔放 二本也好 直接爆天鬼 熊猫的话 双线练级 确实啊 后面的话 打天鬼 还得靠熊猫啊 DK 二级 哎呀 三点经验值 就是蹭不到 先撤先撤啊 现在DK的话 有光环 跑的也是比较快 在这里就想蹭个小精灵的经验值 好像不太好蹭 AC妹妹 喝个井水 打不动我 好 我们看一下不死组啊 家里的话 小狗的数量也不少 天鬼呢 也一直在憋 等天鬼的数量起来之后 后面就很爽了啊 好 天鬼 小狗 这很久的天地双轨战术啊 好 DK的话 现在蹭了半天 经验值还是没有蹭到啊 但是成功的拖延了DH很多时间 DH的话 一直跟着这个DK 然后天鬼一来 熊猫也不能安心练机了啊 幸好 幸好 彩色 整了一个伐木机器人 补了一下木头的不足 先把木头给补上 好 现在 暗夜精灵 被调动的有点难受啊 天鬼 机动性非常的好 自己家的话 现在小鹿的数量还没有成型 有钱的话 看看要不要造几个BP啊 手一手家 分框 没什么东西保护 那天鬼呢 一直在寻求机会 天鬼现在的数量是有七个啊 七个天鬼 来 小精灵 嘿 自爆了啊 经验值还是没有蹭到 腿了腿了 打到后面 感觉彩色的操作 呃 开始上线了啊 不死足 三本 即将生好 家里的话 倒是狂狗一生啊 天地双鬼一波 很凶很凶 现在赶紧把熊猫整到三级啊 这熊猫没有到三 后面对空能力会有点不太给力 对手现在一直在拖这个时间 二发巫妖也是走出集团了啊 DH找机会去骚扰一波 DH也是差十二点经验值 现在双方英雄 哎呦 离三级的话都很近啊 DK终于到三级了啊 终于到三 天鬼的话满地图骚扰 还是可以赚到一两个小精灵的经验值了 彩色那还得防守一下 打天鬼的话还得靠小鹿 小鹿数量 加上熊猫的一个等级啊 熊猫升到三 酒火一喷 也是很强 好 没办法只能造BP了 被骚扰的太难受了 哎呀 哎这个时候想杀一下这个伐木机器人 伐木机器人一掉 彩色的木头就很炸啊 本来就很炸的 哇 可以干掉 这边的话 哎 DH到了三级 DH到三 想杀一下乌妖 乌妖的话跑了跑了 那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天鬼上树 好 彩色现在的正面还是很强啊 这边没有鞋子 乌妖能跑掉吗 哎 这两个人互相考 DK的话是有光环 跑的话比DH也快了一丢丢吗 哇 这DK没有鞋子 跑得比DH也快啊 这个有点恐怖啊 这光环太猛了 好 跑前 这边彩色的花 分矿造了一个BP 战争古术 奇迹古术 好 多放点建筑啊 多出点东西 天鬼绕了几圈 嗯 好像也没有占到很多便宜啊 升好了两弓 好 升好两弓 狂狗升级当中 那接下来不死族三本一波流 很强势啊 天地双鬼 他来了 乌妖带好了斧球 看看要不要再三发一个那家 这一波不死都会非常的强势 56人口 彩色现在暂时是47人口啊 三本 刚刚升好 这边的话 并没有出熊 就出小鹿 出熊都是经验值 那就出小鹿吧 好 好 第二局继续向自己的过来蹭一蹭 那这边DK打了一个靠模 打靠模 嘿 对手拿到靠模还是很爽的啊 小猫现在整到2.9级了 好 马上三级了啊 可以 三级之后 对付对方这个天地双鬼 应该是有点东西了啊 好 双三的一个等级 那边乌妖呢 刚打二级啊 等级差的还是有一点 好 这一波赶紧赶紧打 再不打的话 熊猫等级慢慢到四级到五级就不好打了 DK群补群防安排一波啊 就是为了搞熊猫 好 不四足 哎 拆主矿吗 好 彩色以为对手拆分矿 保分矿 结果对手去主矿了 主矿的话 四口月亮井 五口月亮井 这个月亮井啊 并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无疑 这个部队有点多 DH先撤 DH暂时没有毒球 毒球在熊猫身上 好 拆一个月亮井 来来来 这一波很凶 火天鬼 变成石像 躲对方的一个酒火 躲的好像还是有点东西啊 来 先把月亮井拆一下 这一波70大战72 嘿 彩色的人口也不低的啊 哎呀 这个火喷得有点杂技 好像没有喷到天鬼 那这一波撤退到分矿 分矿有一个BP 这个BP还是比较扎实的 但这个时候 偷偷点上一下 你的一个小精灵 好 现在两个人 不分胜负啊 就看谁后面的操作细节 比较舒服一点 熊猫一口火一喷 喷到了 边群补 直接抬回来啊 熊猫现在看看啥时候能够到四级 现在DH 哎 没有钱吗 给DH补个球啊 这DH没有球 打不了空军啊 难受 好 散发了一个恐惧魔王 哎 恐惧魔王 这有点东西啊 时不时顺利一下 打断一下你的节奏 啊DH一个人回来手 哎呦 就面对七十七十人口 打不过 现在彩色的部队 有点断结啊 要赶紧聚集在一起 打操作 DH 一服当官 好一睡 一围 DH现在身伤的话 哎 熊猫的保存 CD在上面好好 这里顶得一个无敌 这边杀熊猫了吗 熊猫熊猫 哎呦 差点被秒啊 信号及时补了一下状态 那DH很小心 哎呦 有DH差点 这一波的话 彩色好像有点搞不过呀 好 小鹿倒下一个 这个盒子奶一奶 天鬼的数量起来之后 确实还是可以啊 有点吓人 天地伤鬼 哈 当年能为风丧胆的一个打法 好 现在DH熊猫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信号还是天黑啊 可以补一补状态 再等一会之后 没有月亮景了 没有景水了 那就比较难打了 这一波不死座打得有点凶 49人口了 彩色还有56人口 按道理彩色人口领先啊 但是英雄没状态了 哎呦 DH 现在恐惊猫王也是升到了二级 升到二级之后生了一个吸血啊 对 有吸血在 来小鹿 通过操作来跟对方打笑话 好 有一条残血的小狗 收割掉 不死座这一波 强势的进攻啊 终于被彩色给打了回去 不容易啊 这一波战随双方的话都比较高 不死足1600块钱 那暗夜精灵1700块钱 好不死足小赚小赚啊 那接下来看看等天亮之后再过来一波 暗夜精灵估计就没有这么好的补剂了啊 好 好物妖三级恐惊魔王看看能不能整到三 现在又空了两本群补啊 为后面的团战又做好准备 白色的话现在 哎 DH终于终于啊 把球给了DH 有球之后DH对空能力会比较猛一点 应该说就有对空能力 刚才没有对空能力啊 没有发挥的空间 好 这个次又毁灭了啊 毁灭可是比较硬的 而且你火还喷打不了 嗯 来 小鹿的数量有点多 但是攻防有点弱啊 优先升的是防 没有去升攻 小鹿的操作还是得看墨啊 其他暗夜选手感觉小鹿的操作没有墨那么的有灵魂啊 好 这看看六级的小鱼人 掉一个什么装备啊 打了一个血石 可以 对DK来说可以扛在前面啊 扛了很久 彩色的话继续是出小鹿 小鹿的话哎 总是感觉出小鹿机动性掌握在别人手里是吧 要跟着别人的节奏来走 不死都现在的话 把孔君王整到三级再说吧 整到三看看是升二级吸血呢 二级的水 感觉二级水和一级水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啊 好 暗夜精灵 练这个九级的石头人了 九级石头人看能不能搞个加十二的工作啊 让DH武装起来啊 DH有这个装备 确实战斗能力很强很强 来 倒下掉什么装备 熊猫一剪 好 DK的邪恶光环啊 也是很不错的啊 DK的邪恶光环什么啊 恢复速度 移动速度 纷纷得到一定的提升 好 不死族啊 真的是闷头练级啊 孔君王 三级了 三熊人手一本裙补 可以 天轨 三宫一房 哇 三宫 这个工房提的有点高啊 咱看看小鹿啊 一宫一房 差的有点远 现在资源方面的话 双方纯狂的话差不多 人口一个71 一个78 但是彩色的工房稍微的有点弱啊 来来来 接下来这边还要控群补控无敌不 不死族 这一波状态补得很不错啊 好 彩色直接破80了 84人口 但是你那么多兵在家里不太好吧 得找机会去打架 打架对手机动性强 嗯 有点难受 然后对手迟势不进攻 那彩色腿了呀 这么早就破了80人口 哎 不死族过来一看 哎呀 九级石头人被别人截足相当了啊 那当就当吧啊 打架打架 来了 天鬼毁灭 刚才的小狗已经被清理完毕了啊 地面没什么部队了 现在就看小鹿的操作好不好啊 好 天鬼的数量有点多 别人两队啊 来了 熊猫 哇 酒火一喷 这边直接躲掉 可以 双方正面相遇了啊 79大战88 彩色领先将近10人口 上来NC 呦呦 DH DH 扛不住扛不住 呦呦 家里没什么井水了 DH 哦呦 极限保存 差点被秒啊 幸好极限保存出来了 这一波的话 双方这个部队人口有点多 呦呦 又一发C 这一发C 有点远啊 不死族家里依然还在爆兵 又来了三四个天鬼 彩色这边的话 人格好像降的有点快 从88降到72了 这个人口掉的有点快 好 DH 会分框 鼓勒下状态 那分框好像井水也不多 DK DK 升到了五级 哇 过来界面直接把你打残 那 DH打残之后 其他部队好像打不过呀 小鹿 哑哑哑哑哑哑的掉好熊猫升到五级 五级熊猫看看能不能大有作为 上来一发挪娃完了熊猫也撑不住了 这不死族这一波有点强势啊 彩色的好像直接被打穿了 好 TP打的是主框并没有去分框啊 那DH补的怎么样 这边是重点关注你 你过来 我就给你来一发挪娃啊 吃了一个天鬼 非常多的蓝 上来一发C 好 后排部队 小鹿的话 赚一点小战损 这一波小鹿和天鬼 感觉数量起来是可以的啊 哎 熊猫熊猫五级 完了 这边能不能保存 DH表示我没有保存 来第一手保存 哇 这个操作很细啊 熊猫的保存 递个DH DH再把熊猫给保存走 好 彩色终于要出脚印起了 现在脚印起了 哎呀 把熊猫保存回去 结果大哥倒下了 另外一边 五要一森血 完了 DH倒下 熊猫状态非常的差 彩色这一级 好像要走远了 怎么办 现在不死族 这个英雄等级 那是越打越高 好 这边小鹿可以点一下毁灭 毁灭打不了小鹿 天鬼天鬼 天鬼的数量太少了 那不死族 虽然说杀了一个五级DH 4.9级DH 现在自己英雄状态也是有点差 小鹿的话靠三英雄来打 来来先撤先撤啊 DK五级 这边的话又空了两本群步 这个不死族对于群步 空的还是比较的细心啊 主框2400 主框3600 完了 双方主框分框都快打完了啊 打的真的是刺激 五级来看啊 不分胜负 虽然刚才那一波不死族团战大赚 但是后续的话好像也有点跟不上 有没有盒子 赶紧补一补状态 这边继续出天鬼 没办法毁灭打不了小鹿 那就把天鬼数量堆起来啊 天鬼打你的小鹿 好 熊猫的话 这极限逃生啊 来来来 烦恼欢同加一加 DH4.9级 复活起来还是比较慢的 刚好这里可以缓口气 不死族在家里憋一憋吧 等状态补好再说 不死族的钱花的确实干干净净啊 彩色还有一千多块钱存款 彩色现在开始压五十人口了 心想这个钱不能乱花啊 刚才一不小心冲动了 破了八十人口 好 乌妖升到五级了 这一级不死族的英雄等级有点高啊 五五四 小鹿 暂时没人把小鹿给留下来 一个六十六人口 一个五十人口 现在不死族人口反超 但是呢 他并没有着急进攻啊 家里的话没有去出盒子去补物件 小精灵做好侦查 不能让不死族继续开矿 这边五个小鹿啊 确实也是有点调皮 跳来跳去 反正呢 你也没有把我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是吧 自己都打我两下 那我就跑了 哎呀 这个输出有点高 小鹿 这个小鹿卡卡位置 哎 你卡一下 对手就打你 哎呀 现在三宫的天轨 输出确实高啊 小鹿本来觉得自己是吧 出身牛顿不画虎 调皮跳来跳去 还是被打掉了 好 不死族 再一次过来进攻 那彩色的 DH复活成功 这一波应该是能守住了吧 DH即将到五级 按道这个DH有靠谋啊 应该很肉的 没想到界面对手 风光的帅技能 有点靠不住 好 五五四了 那接下来恐惧魔王 也要整到五级嘛 不死族这一局的英雄等级 确实有点高啊 彩色的话 稍微的有点腿了 哎呀 这个小鹿该怎么操作啊 怎么一见面 我的英雄小鹿纷纷倒下 好 他还是决定出点脚鹰 出脚鹰 跟对手拼空军 来 不死族的话 基本上把商店全部给抢了啊 群补的话 前后已经买了将近十本群补了 来来来 这一次又带了四本过去 哇 打的就是经济战 谁钱多 买的多 现在恐惧魔王 四点四级 哎 这外面 哦 这里还有个点可以练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点练完的话 恐惧魔王离五级就非常的近了啊 主要是练到三个五级英雄 玩起来 那叫一个爽快 来 水元素经验值 统统给到 彩色的话 在家归了一万年 刚才这一波团战打得很伤 所以现在不太敢出门了 恐惧魔王 四点七级 有没有好的道具可以买一买啊 暂时没有去买 这边群补已经空到四等了 无敌的话是一个 家里 小尸身也拉出来啊 不死族 整整八十人口 彩色 逼到七十九 马上也八十人口了 哎呀 这一集两个人拼的 确实有点惨烈 好 把两个 把几个小弄兵干掉 空出一点人口出来 再爆个天鬼出来 多一个兵出来战斗 好 这边看看 七十七 彩色 七十九 彩色的分框 马上踩完了啊 不死族的分框 已经快踩完了 好 双方主框分框 纷纷踩干 最后真的是破釜沉舟了 谁赢 谁就获得胜利 双方看看 都是很重视 这边踩木头的小狗 也拉了出来 这边小尸身 也拉了出来 来来来 全家老小 全部拉出来 看看彩色 彩色也是 看见对手打部队了啊 也是准备好 应对这一波 对手非常强势的进攻 现在小鹿 也是升好了 两攻三防 攻防体的比较高啊 小精灵 小精灵很自觉啊 直接自爆 反正不给你经验值 两个人都在里很谨慎啊 这个团战开得非常谨慎 先把侦察做到位 看看DH能不能去购买一些道具啊 彩色一本群补都没抢到 对手的话 前后都抢了 抢几十几本群补了 好 现在人口 80 魔法值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好 这边的话把小狗A掉 空一点人口出来 继续出天鬼 真天鬼 80人口 彩色 很怂 不敢出门啊 现在主框分框 马上踩完了 不死足 踩完了 踩完了 小四身拉出来 要战斗了啊 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对手的钱也踩完了 好 阵型拉好 彩色呢 现在脚银骑 脚银兽 两攻三防 有七个 空中部队也可以 熊猫的话有五级啊 熊猫身上的话 装备也还行 DH4.9啊 就是DH半天没有去蹭到经验值 小精灵一直去侦察啊 但是老是被安言被不死足给截掉 哎 两个人真是好谨慎啊 都不想主动进攻 好 暂时双方都没有打架 不死足还在卖建筑 确实最后一波团战 双方打的都很谨慎啊 尽量 是吧 把能花的钱 全部花掉 最后一波团战 不留后悔啊 不留遗憾 彩色现在到时候有1000块钱存款了 彩色现在 82人口84人口 好彩色破80了 所有钱花掉 不死足呢 不死足现在三宫两房 哎 还在深宫房吗 没有啊 不死足不敢进攻 心想你彩色世界前几的选手 找我一个小透明 你居然不来打我 彩色表示我刚才团战 死的英雄 我不敢伤啊 有种你来 好 现在对暗夜精灵来说 有机会啊 到时候把这个矿给开了 是吧 可以 所以不死足也是很懂的啊 知道暗夜精灵不敢出门打架 他肯定要开这个矿 那我就提前把这个位置给卡住 我看你打不打 反正不能在你主矿打了 你主矿这么多月亮景 是吧 打起来我吃亏呀 好 不死足现在把暗夜精灵勾引过来 就想找一个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地形团战 彩色要不要上 彩色好吼叫一开 已经准备好迎接对手的团战了 战争古树也爬出来 生好了自然祝福 非常硬 跑得也快啊 来 八十 九十二人口 哇 彩色已经是九十二人口了 一眼器身上没有无敌啊 熊方身上也没有无敌 哎呦 对手群补 四本群补 好 不死足等了半天 你还不上 那我上了啊 来这里烦恼黄童一家所有火力打DHDH听说你很肉 几个回合下来DH扛不住了 熊猫想保存 这边直接睡了 哇 彩色这边出现了操作巨大失误啊 这边脚鹰兽没有第一时间上去 英雄被秒了 好 开局死一个4.9G的DH 恐惧魔王升到了5G 好 熊猫6G了 我们看看熊猫 哎呦 一到6 结果又被睡了 好 一口火一喷 便是像鬼朵颖的火 那现在人口5364 双方人口都是锐甲 一个从90多掉到60 一个从80掉到45 好 双方人口掉的就比较的多 BK也升到了6G 巫妖的话 现在是5.6G了 现在战场上有两个6G英雄 熊猫现在有没有蓝啊 好像也没什么蓝 这边的话 生命之术也拉过来打架 哎 还有个BP也爬了过来 彩色这一波团战啊 建筑拉的比较多 只是脚鹰兽没有第一时间上 英雄被秒了 好 现在小鹿也清理的干干净净 完了熊猫也很危险 6G熊猫 哦 赶紧分身啊 不分身差点被秒 好 一分身 把6G DK给吹起来 看看能不能杀一个英雄 但是对手不跟你玩 抓你6G了 我走 给你变回来 我再跟你打 哎 这一波 他好像又上去了 想把小鹿给灭了 好 这边三个分身 一个一个给你干掉 现在不思足表示 我三熊655的等级 怕你一个三个分身 熊猫 你几个分身 我打你几个 好 一个分身灭掉 另外一个分身 好像 好像也差不多了啊 不过这边的小鹿很烦啊 一直在给你减速 哎 看一下 这个熊猫又打掉一个 哎呦 最后一个熊猫 走走走走 这个分身再打掉就没了 好 你走 那小鹿一个也给你清理掉 那现在彩色 想把分块给运营起来 能运营起来吗 这里边 哦呀 又一个小鹿倒下 这 对手还有三英雄 彩色这边的熊猫 回家喝井水去了 这一波能打吗 现在熊猫有可能升到六 但是熊猫到五级 到六级之后 熊猫有可能到七 但是到六级之后 几乎就是天花板了 在身上一记成长空间不是很大 完了 彩色的分块要倒 英雄倒了一个 一个英雄能打赢三个吗 虽然说古代有四娃 三英战吕布 但这个熊猫好像跟吕布比还是差点意思 哇 界面NC 这三兄弟的火力有点猛 好 小杀DK DK的状态有点差 DKDK DK吃了一个蓝瓶 熊猫六级熊猫好像被秒了 好 一口一碰 这边六级DK倒下 但是熊猫好像也要倒 熊猫熊猫熊猫 七级熊猫倒下 那这边有双六的英雄 好 现在彩色没有英雄了 对手 哇 小精灵围杀 小精灵围杀一下这个六级的巫妖 现在巫妖没有蓝 没有挪娃 难道彩色没有英雄 能打赢两个六级英雄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 小精灵 小精灵卡位 小鹿打输出 哦 六级巫妖 秒了 六级巫妖 可能是这 看过这么多魔兽比赛中 最没有排面的一个啊 六级巫妖被小精灵围杀 小鹿 两三个小鹿 把他给点了 那现在毁灭打不了小鹿 哇 这三个小鹿要无敌了呀 看看 这个恐惧魔王 六级的恐惧魔王 能不能把这些小鹿给清理掉 现在六级的恐惧魔王 没有蓝啊 要不恢复一下蓝 有蓝之后 找个地狱火出来打架 哎 小鹿小鹿 要被点掉 这个小鹿跑 跑 这边小精灵 又找机会想围杀 是吧 哎 你有蓝 我就给你爆掉啊 让你放不出大招 哎 这个小鹿 背靠四只大树 一只大树出 好 彩色打到这个残局 打得很漂亮啊 生命这边的永恒之术 做了下来 慢慢就有钱了 我三个小鹿 只要时间给你耗 耗住 等我有钱了 我把英雄复活 好 这个残局 彩色打得非常的漂亮 虽然开团很杂技 但是打到后面的话 这没有英雄 打两个六级英雄 小精灵围杀六级巫妖 来来来来 这一波的话 哎呀 毁灭 怕小鹿 小鹿的话操作很细啊 又是一个三阴战旅部 三个小鹿 占一个六级恐惊魔王 恐惊魔王 这一局好像排面也不太够 哎 想跑 小精灵卡位 小鹿的话 再给你一个减速 哇 这一局 什么神级操作啊 没有英雄 把两个六级英雄给击败 这也太强了吧 嗯 卡位卡位卡位 哇 动都动不了 彩色这个操作好 终于憋出了大招 哎呦 终于终于第一火照出来了啊 但是第一火照出来之后 恐惊魔王好像被小鹿给碾死了 来 这三个小鹿立功了呀 把两个六级英雄给搞掉 好 这里有吸血 有吸血 哎 碰一下小鹿就有血 哎 没有碰到 倒下 这 没有英雄 把两个六级英雄给击败 那现在资源方面 我们看看 彩色的话 这个经济开始恢复啊 我再踩一会 就有钱买英雄了 但是不死足 建筑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再卖下去 好像也复活不了啊 再卖下去 有机会吗 要不把这个也卖掉 好 这个地狱火 还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能不能把这个框盖子给捶了啊 把它捶了 让你不要再采钱了 好 这里大树也过来打架 来来来 要把这个地狱火给干掉 这个地狱火 你现在是不死足全村的希望 可以小精灵 小精灵 哦 套米是个小精灵 很给力 但是既然个风之古树的战斗能力 也很强 另外一边 知识古树也来了 这一集 那告诉我们 这魔兽争霸中 英雄有时候也很腿啊 两个六级英雄 竟然被小鹿给灭掉了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框盖子给敲了 把框盖子敲了之后 能拖一下时间 小精灵 又修修修修修 又修回来了 这修回来之后 好 那三棵大树 把这个六级地狱火给围了 那地狱火要倒了 地狱火一倒 那不死族好像没有机会了 这个钱攒不出来啊 英雄等级太高 花钱花了太多 好 不死族退出游戏 我们恭喜彩色 这一集 这后面确实非常的戏剧化啊 谁能想 两个六级英雄被小兵给干掉了 好 喜欢奔长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